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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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心 噁心至极 嘴巴 嘴巴 如此私密之谷 也需要大皇修送吗 呃 呃 那个 我若说这个东西 也是我第一天才得知 你信吗 你说本王信吗 哎呀 这个房间太乱了 要不 夫君先在门口等我 我很快就收拾好了 那既然王妃不再眷恋这些旧物 那不如本王来帮你收拾吧 那好吧 啊 夫君若看早日相助多好 否则我就不会这样腰酸背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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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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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夫君 糟了 是口王子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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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j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 这姐跟夫人 该不会是打起来了吧 你不懂就别瞎说 看来啊 够他们两个忙一阵子了 裤子 睡觉 你还不走啊 那行 阿姨里面打得太厉害 我得进去吹个架去 这种吓意也是你能劝的 你给我走得了呢 你给我走 走啊你 夫人 我还是离开秦王府吧 我这就去写和理书 你既已嫁入王府 正是本王的王妃 没有本王的允许 你哪儿都不许去 我可是大皇子和淑妃的间谍啊 你还不让我走 你留在这儿 我走 夫人 夫人等等 夫人 不想见到本王吗 没有 要是只是 偶感风寒 身体有些不适 正想回房休息 殿下这是 昨日夫人扔了大皇子所赠送的不少遗物首饰 所以我就买了新的送给夫人 嫣儿谢过殿下 只是 嫣儿还有一些衣物首饰 就不劳烦殿下费心了 本王让你收下 就收下 站住 嫣儿给殿下请安 夫人为何一见本王就想走 难道本王在夫人的眼中 就那么的不堪吗 没有没有 嫣儿只是偶感风寒 身体有些不适 来 夫 去给夫人备个暖屋 是 请 夫人 夫人 要本王送你回房间吗 不用 嫣儿有恙在世 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我还是去帮我 我招下 我先送你 你帮我 那 Job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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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 我帮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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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动摇了 别忘了 当初聚婚又让你饮下有毒的茶水 是有多崛起 你说得对 不能因为他对我好 就放弃复仇 你若是真想报仇 当初为何还要连夜奔走百里 为他取药 不要再骗自己了 清醒点 不要沉迷在这个杀人凶手的温柔香里 你难道还想重蹈覆辙吗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他现在对你好 说明他已经悔过了 难道就不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吗 别天真了 他的好那也是对林烟 可不是对你楚子谦 那又如何 现在的林烟就是楚子谦 当初他对你的亏欠 现在弥补 不是理所当然吗 楚子谦 你不能心软 这个男人心机深沉 不得不防 不能陷入为主 好不容易有了重生的机会 我们可以再相信他一次 必须要复仇 他可是七哥 好了 七哥 无论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谁 我是楚子谦 一个用真心 换来你一杯毒茶水 楚子谦 你们把这些东西保抢 好行 好行 还有那箱子 那箱子拿走啊 这个箱子要放在这儿 大清早的你要干嘛呀 王妃 真对不住啊 你们干活注意点啊 王妃 那个 等会儿您休息了啊 我已经被打扰了 大清早的你们要干什么 灵州发生了大灾 七爷临时接到黄命 去往灵州处理受灾情况 我等证给七爷 收拾出行所需 打扰了王妃休息 还请王妃恕罪啊 七爷要去灵州 何时启程 两个失臣户就走了 这么近 天助我业 赵晴 你这回可是自寻死路 七爷现在在哪儿 现在应该在书房 父亲要去灵州 燕儿 父皇命我去查看受灾情况 见你还睡着 就想等晚些再告诉你 父亲何时启程 我去给你收拾戏软 夫人 这是要一同前去 夫君不希望我与你一同前去 夫人别误会 这次是凤旨出现 并非游山玩水 我是担心 你身体吃不消 可是夫君一个人前去 叫我怎么放心得下 好 那这次 与同前去 嗯 哎呀 有呀 你 夫人 夫人 夫人怎么了 夫人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正好一路照顾你 没事 你在王府里等我回来 殿下会照顾我的 夫君 我们走吧 我从会给你 你把我放在儿子 把我放在家里 拿过去了 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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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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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爷 昨天晚上刚下过雨 道路有些泥泞 有些颠补 您跟王妃小心一点啊 夫人 你是哪里有舒服的 没有 没有 乃丰 你怎么赶路的 七爷 真对不住啊 这段路上碎尸太多了 您和王妃啊 快要报警了啊 走 你们到底会不会驾车啊 你拿着匕首做什么 这个匕首 是我专门 用来给夫君削苹果的 夫人该不是 拿着个匕首 想刺杀我吧 那怎么可能呢 夫君你想多了 夫人别紧张 我开玩笑 我当然知道你是开玩笑的 我当然知道你是开玩笑的 真好笑 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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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齐爷 齐爷 您慢点 慢点 夫人 你 公子啊 你心心好呀 孩子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 还不行了 你 给我个饭吃 管我 你 你 来 风财福 走 把车上的吃的拿下了 走走走走走 别急别急 大家别急 漂亮姐姐 漂亮姐姐 救救我娘吧 别急别急 她放死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秀啊 别急别急 都有都有都有 谢谢常良姐 别抢啊 大家一个一个来 都有啊 那好啊 你娘亲在哪 带我去见你娘亲 也许我们能治好她的病 蓝蜂 你陪夫人去秀儿家 是 走吧 蓝蜂 你去找间客栈 先把东西安置一下 好嘞 走 秦 秦 你先别急 先喝口水 夫人马上就回来了 蓝蜂一直陪着呢 秦 我们回来了 殿下 我们回来了 夫人 秀儿 我们还是去完了 娘 娘 秀儿 快放开 娘 我要跟你一起走 梅二姨 我要跟我娘一起走 你娘得赶紧安放 起来 秀儿 秀儿 秀儿乖 以后我来保护你 走过才好 让你娘安心地去吧 秀儿 除了你娘 除了你娘 还有其他人照顾你吗 爹爹为了伸张正义 积苦求臣服大人救起百姓 我 秀儿 这孩子太可怜了 你没有做出 before 可恶 秀儿这孩子太可怜了 我们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好的容身之处 不解决造成这一切的根源 像秀儿这样的可怜人 只会越来越多 秦也 臣府的人已经 已经得知您到了 送来了晴天 没想到这么快就知道了 肯定有人早落了风声 看来这个月安阳来者不善 明日我独自前往 夫人 就不必同我前去了 不行 我要去 我是担心你明日会有危险 那我就更要去了 你想 这月安阳主动发来晴天 他们必定做好了打算 况且 明天殿下要查些东西 肯定处处受阻 所以我想 所以我想 明日 不行 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那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天下 我也想为明州的百姓做一点事 求你了 行不行吗 好不好 那夫人明日得处处小心啊 好 夫人 夫人 修儿这孩子 你有什么安排 这个夫人不必担心 我自有办法 夫人 时候不早了 是不是该歇息了 我今天跟修儿睡 夫人你先出去吧 出去 夫人 出去吧 出去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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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怎么还出来了 来风来福 来 明日的事情 务必安排妥当 是 你们下去准备吧 知道 西皇子到 参见七殿下 西皇子周车劳顿 快 请快快入座 想必 这位就是王妃吧 真是花容月貌啊 岳政府 据我所知 朝廷的赈灾两款早已发现 那为何城中受灾的百姓 不减 还反而聚增呢 天下 您是有所不知啊 我们的赈灾两款在半道上 就让山贼给劫走了 我们是费了好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才抢回一小部分 完全不够百姓的用度啊 是吗 天下 殿下 我这肚子有一点隐痛 我想 去 岳政府 那为何我们来的时候 不见山匪的踪影 这 啊 好 赈灾两款被劫后 赈服大员召集林州士兵 掀了山匪的老巢 这才报大员一路平安啊 只可惜 赈灾的两款 都所受无几了呀 是啊 赈灾两款 都让山匪给调换了 我们一无所获呀 来人啊 抓刺客 抓刺客 在我那边走了 在哪儿 快 快去抓刺客 快 跑 快去 真摘两款 都让山匪给调换来 我们一无所获呀 是 那山匪现在在何处 都死了 死了 没有找到赈灾两款 就被你们全杀了 我们也是被逼的呀 他们是宁死不屈 还恶业重伤我朝廷令官啊 殿下 妾身有些乏了 今日 就到此为止吧 临州受灾 治安混乱 殿下如果在外面居住的话 恐不安全 我已在本府 为殿下安排了上访 如果殿下不嫌弃 可速去休息 行 那就有劳岳镇府安排 来人 带齐殿下上房休息 这个七皇子啊不好对付 你们给我盯紧点 是 不认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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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州上的百姓 由于灾情 向镇府借粮借钱 后来被镇府做地起价 要了高额的利息 后来他们还不起 就被关在了这府中 不是卖给了青楼 就是卖为奴婢 这个临州镇府 真是丧尽天良 看来必须尽快查明 赈灾银两的去向 不然会有更多的百姓 因此受苦 我当时担心打草惊蛇 所以并未生长 他们现在应该还藏在 那个破屋里 戏 一向附近的江湖人士打听过 军委发现有山匪结阴一事 看来所谓的山匪 盗走赈灾银两一事 不过是凭空渡转 这可岳安阳 必有问题 你们去散布消息 就说 北山匪盗走的镇在银两找到 是 这不会打草惊蛇吧 你懂什么 七爷这叫野蛇出洞 走了 走 那镇府那边 你怎么打算呢 我谅他也没有胆子敢私藏赈灾银两 他的背后必有诛事 其实我大概已经猜到了 他的背后是谁 是谁啊 过来 我告诉你 之后你就知道了 你又耍我 夫人 夫人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啊 我错了 我错了 怎么办呢 大远 咱们真的能骗过七皇子吗 自从知道了七皇子来查赈灾银款 我这幼颜皮是跳我跳 就是停不了 我 京中那位 是不是怕被连累 把我们气了呀 闭嘴 现在我们都是一根腾上的蚂蚂 谁也跑不掉 再过几日 赈灾两款就转移了 赵晴他没有证据 能奈我何呀 报 报 报 不好了 不好了老爷 房间传闻 有人发现了被山废劫走的赈灾银两 现在各路江湖人士前往灵州聚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不是叫你把赈灾两款全部转移了吧 怎么被人发现的 我也是按照大人的吩咐 藏到了隐秘之处 可能 可能是 有人不小心走漏了凤山 大人 此事与小人无关啊 大人 此事也与小人无关啊 此事也与小人无关啊 大人 此事也与我无关哪 开派人 速速将赈灾两款转移 啊 凡是知道震灾粮换藏匿处的人 你一个不留 是 快快快 方元 登上 你看 走 盖上去 嗯 嗯 一会咱俩啊 就这样 我就这样 给我们跑了 好嘞 把东西给我放下 西王府奉旨调查赈灾银两倍 劫一事 独有阻拦者 杀无赦 嘿 嘿 嘿 哦 佐童 既然夫人 不愿意与我同情 那我只好请月政府 单独给我安排一间房间了 回来 今晚你就在这儿睡 不过 今天你睡地上 你就让我睡这儿 对啊 如果不让你睡在这里的话 别人肯定会怀疑的 忙了一天了 我也累了 那我先回去休息了 姐 事已办妥 可以收网了 先封锁消息 在玉安阳河盘 拖出所有参与者之前 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此事 是 赵晴如死在此处 玉安阳必是罪责难逃 降察之下 贪污赈灾两款一事 也必水落石出 正好成了玉安阳 刺杀钦差皇子的动机 好 就这么办 七爷 您吩咐的 将绣儿送进内务部一事 也已办得好 办得好 秀啊 原本以为她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 她真用心安排好了 你 你干嘛 啊 夫人 是我 我 我怎么会 不对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躺在我旁边 这句话 应该是我来问夫人吧 不是你让我上来的吗 一定是梦游 一定是梦游 七爷 灵州政府派人前来传话 让你同王妃一同去赴宴 鸿门宴 知道了 你先去通知灾民 之后咱们就按计划行事 去准备吧 哎 齐殿下 请用膳 您有所不知啊 如今 这 灵州受灾严重 这已经是最好的饭菜了 灵州的百姓 是饭都吃不上了 我真是愧对百姓啊 岳政府 说得对啊 那今日这顿饭 本王也就不吃了 来封 是 开门 开饭了 快乐 有大咬饼 有大咬饼 有大咬鸥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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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PU 我 我能再吃一碗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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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广告 大家慢慢吃 不着急 明日还有 谢谢王妃 谢谢王妃 谢谢殿下 谢谢王妃 这还像个样子 今日就多谢岳政府的热情款待了 殿下能和小人一同用膳 是小人三生有幸啊 对了 昨日王妃似乎对你安排的住处不太满意 今天换一间吧 没问题 没问题 我现在马上安排人 再收拾一间房出来 那倒也不必 我们相中了一间房间 自己去就好 就是礼物最破的那一间 等等 岳政府这么紧张 莫不是那间屋子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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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说笑了 这 这怎么可能呢 玥安阳 哎 哎 下官在 你的所作所为 本王皆已知晓 念你早年确实对林州 做过一些贡献 如实交代赈灾银两 以及所有参与者 本王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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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所言何意 下官 实在不知 望殿下明事 不见棺材不掉泪 来风来府 在 在 带他去后院 是 走 起来 起来 走 起 爹 人呢 人呢 人不见了 齐殿下 林州早已无余粮了 就怕百姓知道以后 会发动暴乱的 所以我就用这些沙土 来充当余粮充足的景象 林州的百姓官员 都翘首以盼您的到来呀 岳安阳 还真是令本王刮目相看 本王定会寻得一法 解决林州之困 知道要怎样 这些人都是还不起本府的银两 才被关这儿呢 他七皇子怎么了 七皇子还不讲王法了 大人说的是 都说的是 还先凑吗 这个月安阳 还真是小瞧了她 还好我们提前寻到了 夫人 夫人 你是在担心 那些被囚禁的妇人吗 也不知道 他们都被拐到哪里去了 这次是本王输货 还好那些救灾的银两 都在我们的手上 秦也 府内有异道 据探子来报 京城来了刺客 是冲着月安阳去的 京城 月安阳如此重心耿耿 宁愿于死网魄 也不愿跟本王透露对方试试 他怕是没想到自己终有一天 也会沦为弃子 殿下 我也要去 不可 来风来府 咋 你们保护好临州政府 我随后就都 是 是 放心 会没事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们都是跟随我多年的亲信 家眷盛在府上 怎么可能一走了之 可转移赈灾两款之人还没回来 该不是 携银钱 潜逃了吧 难道 在路上遇到了山匪 这笔钱要是真丢了 咱们可就争完了呀 是呀 这钱粮没个着落 七皇子又逼得这么紧 这子 真完了呀 放心 这里的情况 我已经密报给了大皇子 大皇子承诺 他要帮我们对付七皇子 这次 他若肯戳手相助 那我们就可以 高枕无忧了 这次 看看看 大皇子元兵来了 你也帮我们来对付七皇子了 你们来了 我心怨安揚啊 杀的就是你 救命啊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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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的太多了 对他来说 只有死 才会守口无凭 有这一口 我 誓死 求中七殿下 七殿下 这就是所有参与者的名单 我也是凤 赏灭大人之命 求天下 饶小人一命吧 我问你 你说的那位大人是谁 大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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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安阳 污蔑当朝皇子 你可知是何罪 小人 小人拒绝真话 没有一句假话 我还有一个秘密 可以告诉七皇子 那就要看你提供的消息 值不值得换回你一条命 大皇子 他命令我 将银两 藏在郊外一处洞穴之中 我愿意 把这地点 告诉七殿下 求殿下再救小人一命吧 这银两 这银两 数目巨大 如若被殿下查获 储君之位 岂不是 囊中之物了吗 岳安阳 你到现在还不思悔改 意图贿赂本王 那些钱 都是贪污来的民之民膏 只可还与民 怎可用来争处 来封 来封 那 派人随他去将金银 连同赈灾银两 奔发给百姓 任何敢私藏金银者 斩 还有 那些被贩卖的妇辱 一定要妥善安全 不得用 是 那 殿下 我呢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谢殿下 走 起来 走 起来 怕还是我爱的那个七哥 一点都没变 但是 他为什么要 好烦 不行 夫人你看 这才是百姓 该有的事 名为国之 若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何愁我大仗 国父兵家 燕儿只是好奇 夫君明明知道 大皇子是背后的主使 为何 在给父皇的奏表里 只字未提呢 若如实上奏 皇兄必带起党女 百般抵烂 到时候 朝堂内纷乱四起 受苦的还是百姓 倒不如 敲打着月安阳 让她改过自新 夫君心系天下 以名为本 燕儿 佩服 这次正在两款 贪污以外 还是多亏了夫人 燕儿你这次 着实令本王 拔目相看 哪有 这次都亏了夫君 燕儿 其实 我有些话 殿下 你们可真是我们林州 所有百姓的大恩人啊 这是我们自己家 酿的桂花酒 您收下吧 谢谢大家的好意 这东西我们不能收 你们留着吧 谢谢大家 谢谢殿下 谢谢殿下 谢谢大家 殿下 好意我们心领了 谢谢殿下 要不是你们 我和孩子早就饿死了 你们就收下吧 收下吧 收下吧 谢谢大家的好意 我们不能收 收下吧 真的不能收 收下吧 谢谢 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白收 这些东西我们买下来 你们若答应 我们才肯收 那不行啊 还是收下吧 收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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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殿下 谢谢 谢谢殿下 拿好 给 泡亮姐姐 这是我送给你的 这是我吗 嗯 那这个呢 是哥哥 谢谢你啊 福人 您终于回来了 嗯 殿下 我有点累了 先回去休息了 好 去吧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奇异 怪怪的 多干活 杀到你 你 大殿下 不好了 殿下 说了多少遍了 律师别慌慌张张的 大殿下 咱们派出去的刺客 全部失踪了 岳政府进了大牢 据说择日就要问产 什么 什么情况 那 那还不赶紧派人 让他别乱说呀 庸儿 不用紧张 林州巡查的奏证 我已经看过了 没有提起任何 与我们有关的信息 看来这岳安阳 还算是聪明 没有乱说话 算他们还有自知之明 没有辜负本王 对他们的信任 还是我的庸儿 御下有方 赵晴应该没得到 什么不利于我们的信息 那几个废物啊 跑了就跑了 赵晴此次之后 一定深得父皇和阁老的信任 那我们怎么办 你去吧 燕王 我自己来吧 想快点好 就别动 你受伤这段时日 我就留在这里照顾你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乖 听话 我去给你准备些日常猪 这几日 给我乖乖养伤 哪儿都不许去 嗯 汤儿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 嗯 先休息吧 快睡吧 我自己来吧 我自己来吧 我是脚坏了 又不是手残了 秦太医嘱咐过 让你多休息 我是遵医嘱行事 听话 说明 朋友 是吗 你怎么可能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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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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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大的人了 睡觉怎么还是这么不老实 那你 怎么了 我脚好像又扭到了 我看看 去你吧 夫人 这是何意 我的脚已经好了 回你的请见吧 夫人 我吃一两个 我以为了教育做了 您说的话 您好 哎呀 你看 夫人 什么事啊 殿下让我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让我叫您出去看一下 我这脚刚好 刚让他搬出去 他这是几个意思啊 林烟 你是不是和七皇子走得太近了 我劝你最好别忘了自己的任务 拥枉殿下 可不会留没用的人 好了 知道了 夫人 要不要试试 我怎么可能喜欢这种东西啊 好玩 七皇子又差人送来一对乱七八糟的东西 别怪我没提醒你 要是被雍王殿下和淑妃知道此事 我有点累了 你出去吧 除非娘娘让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我说我有点累了 听不懂吗 你出去 我是不是把这件事忘太久了 我还要继续吗 我说杀了他 秀儿怎么办 算了 还是等秀儿长大以后再说吧 出此前 你没有忘记复仇 只不过 是不想伤及无辜而已 爱 齐儿 福人最近状况如何 说来也怪 夫人最近和去灵州之前 判入了两人 您送过去的 零食水果 盐制水粉 夫人不再拒绝 一律照单全收了 加快人手 看好他 七爷你放心吧 我来府办事绝对靠谱 从来不给七爷添任何麻烦 我是说 看好他 七爷放心 属下一定十二时辰 寸步不离锦定夫人 你也听不懂人话吗 我是说 看好他 七爷放心 属下一定看好夫人 夫人 这是七皇子差人 从筒波为您带来的福套 这是七皇子差人 从扬州带回来的荔枝 请夫人品尝 来个能听懂人话的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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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夫人若是喜欢 本王日后 日给夫人人发 你这又是胭脂水果 又是点蜡放花的 究竟有什么目的啊 直说吧 本王只是尽 夫君应尽的责任 我们七皇子 什么时候也学会 油墙滑掉了 俗话说 尽诸者赤 尽末者黑 你才是末 那夫人认为自己是 你少管玩骂我 我听得出来 你别忘了 我可是大王子的奸细 那又如何 迄今为止 您可曾伤害过我 我可不保证 下次会不会伤害你 你若是想要本王的命 本王给你就是 无需亲自动手 你 夫人 你既已嫁入齐王府 若是本本纷纷做我的王妃 我定会好好待你 你可愿意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话 那我就考虑考虑 不知殿下大驾光临 未能远迎 不知殿下大驾光临 还望殿下恕罪 神儿见过黄叔 你先下去 是 黄叔 嗯 请 黄叔您看看这个 常宁郡主 并非是死于一整 七皇子赵晴 欲见联姻 掌控兵权 其野心被郡主撞破 竟对郡主下了 西域奇毒 一品红 证据就藏于七皇子府中的书房 陈茂死尚书 望燕王早坐定夺 纪少卿 还有这个 这是纪少卿从七王府所得 是已故梁太医的证词 敢问大皇子此信从何而来 黄叔您知道 纪少卿对七皇子忠心耿耿 只因撞见了赵晴毒杀处子谦的真相 便遭到了追杀 找到了我 求我携他的亲笔信 把真相告知黄叔 我原以为谦是阴病身骨 没想到竟是中毒身亡 赵晴 你骗得我好苦啊 这赵晴内心险恶 奸诈无比 只怕梁太医的死 跟他也脱不了干系 此信内容我已知晓 要劳大皇子亲自送信 信已送到 之而 告辞 好 黄叔 赵晴贵为皇子 您千万不要莽撞些事 好 这次就有劳大皇子了 嗯 燕王殿下 赵晴呢 叫他出来见我 回燕王 殿下他上朝与大皇子一事 上外归来 那本王就在府里等他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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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爹爹 他来七王府做什么 为何看起来如此生气 部长也能给本王让开 我现在已经不是爹爹眼中 那个谦儿了 还是精官欺骗吧 王府书房是七殿下的私人属弟 如若阎王硬闯 小人实在是不好交代 还望阎王不要为难行的 本王连圣圣的御书房 都来去自如 小小的一个七王府 也想拦住本王 阎王说罪 还是先等七殿下回来吧 回来 等他回来 我还能找到想要的东西吗 这 燕王 燕王 你给我 你给我 供应七殿下回府 七殿下 这 这 叶宝你 来风来风 不知迟啊 为何得罪了皇叔 皇叔竟如此动怒 好你个赵琪 外人皆以为 你对我的小女儿 情生意重 没想到你是 执人执面不知心 皇叔所言何意 侄儿听不太明白 金国皇已经将你的 所作所为 全部告知于我 我这才知道 琴儿不仅被你拒婚 还被你毒杀 你好狠的心哪 皇叔 此时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已多日未见 季少情 待我找到他 定能自证清本 这就是我在你的书房 找到的毒药 铁证如山 你还有何话要说 此事必有人栽赃谢寒 皇叔可不要受奸人蛊惑 还敢狡辩 受死 别扯动 殿河 铁儿 皇叔可知杀害皇子的后果 朱连九族 灵池处死罢了 芊儿走了 我已无牵无挂 今日我若能替芊儿报仇 死而无憾 皇叔 芊儿的死 未让季少情暗中调查 待她回来 定能真相大败 休要在此抢辞多礼 下皇泉去对芊儿唱回去吧 长年郡主岂是为了报仇 不惜牵连九族之人 闭嘴 不然本王连你一兵杀了 这真的是他想要的吗 燕儿 皇叔 我与长年郡主年岁相仿 讨论有一天我不幸身死 定不愿意看到家人 活在痛苦与悲伤之中 更不惜了 因此导致 泉足被杀 因此导致 泉足被杀 女儿即便在九泉之下 也必不得安宁 芊儿 父亲 您好好活着 才是对女儿最大的高位 这件事情疑点重重 况且 若真是七哥所为 他为何不将毒药销毁 反而藏入书房 落人以柄 请父亲给我一点时间 我定会查出真凶 我此时真与七哥有关 我绝不阻拦 芊儿 我的芊儿 父亲 芊儿 爹爹好想我的芊儿 又 thoughts 可了 greys φ 答 bob 我看在林姑娘的分上 暂且饶你姓名 还望林姑娘尽快兑现承诺 招出真凶 如若不然 本王定会让齐王府 鸡犬不定 娟儿 那是父亲送我的礼物中 我最喜欢的 爹 淑女儿不孝 不能及时与你相认 让年老为我操心了 娘 我好想你啊 为什么 我已经接受了现在的生活 可是还是 还是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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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哥 夫君 妾身醉酒失忆 那就先告退了 燕 今日之事 谢谢你 妾身只是随便的说说 你不用多想 你 当真相信 我不是杀害楚子谦的凶手 我自然愿意相信你 况且 你与楚姐姐是青梅竹马 你又有何理由要杀害楚姐姐呢 是啊 我又有什么理由伤害她呢 都是我的自由 为是害她失去了生命 这一切 都是我的错 若楚姐姐在天有灵 定不希望她爱的人受伤 只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为何你明知道我的身份和目的 却还执意留我 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是你总给我一种 自从相识的感觉 就像相伴多年的恋人 你开心 我就想跟着你一起想 你难过 我也会跟着一起黯然身上 你说完了 说完了我先走了 燕儿 从临州回来的时候 我便明白我的心意 我总有一种直觉 我余生相伴的那个人 一定是你 那日春香楼 多谢夫君舍命相交 我做了一个礼物想送给你 不知道这个目的 是否符合夫君心意 清儿 清儿 爹爹 清儿 爹爹 清儿好想你啊 我也好想你啊 快让爹爹看看 长高了没有 有劳七殿下 照顾我的清儿了 报 启禀燕王 把贝里加息 北方边境有敌入侵 阁老传陛下令 去燕王您即刻出发先往 不得有误 我知道了 回禀阁老我这就出发 爹爹 您这才刚回来又要走 清儿舍不得您 清儿 为父这次定会速战速决 会来陪你 你看 为父给你带了什么礼物 喜欢吗 喜欢 齐殿下 皇叔尽管放心 清儿有我 尽管 希望这个木调 只属于你跟我 林烟和赵晴 夫君 你说人死了 真的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吗 那你说 他们会守护我们吗 我也会一直守护你的 若有一天 我逼你先离开 你会看着星空想我吗 我才不会想你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无情 我会随你而去 绝不徒留 别瞎说 若有一天 我先离开 你一定要带着我们的记忆 好好地活下去 你答不答应吗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不许 不许 倩儿 这些都是你最喜欢的 都怪为父常年出征没有照顾好你 你再等等父亲 等被你负了仇 父亲 父亲就来陪你 没想到 父亲还记得 以前父亲不在的时候 都是他们在陪着我 我爱上你 对不起 我又爱上他 不过好在 他也再次爱上了你 以前一心想着报仇 那现在想想 还是算了 已经不重要了 既然上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那我就要 忘记以前的事 学会重新做新的自己 至于这个 就让他 陪着过去的我 一起留在这里吧 我为什么要不想 再见了 初子谦 千儿 我来了 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找到那个想一生相伴的人了 她叫林茵 她和你好像 一样的古灵精怪 一样的善良 我会好好保护她的 不会让她受到伤害 夫君 茵儿 你怎么在这儿 夫君 其实我是 你是说你是 我是 我是来看看你是不是傅星汉 有没有忘记厨子谦谦谦 胡说 我明明就 我明明就说明明明就要是 我是 你 我明明明就要还 我这样 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